中國華為電信公司最近因為竊密案 遭到許多國家的審查 美國聯邦檢察官正在調查 華為涉嫌竊取美國企業的商業機密 可能很快就會對華為提起訴訟 同時 美國兩黨議員聯名提出禁售法案 禁止美國生產的芯片或其他科技零件 賣給華為和中興等中國電信公司 《華爾街日報》16號報導 據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聯邦檢方的刑事調查 來自於多起針對華為的民事訴訟 其中一件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官司 華盛頓州西區聯邦地區法院陪審團認定 華為盜用美國電信商T-Mobile實驗室的機器人技術 據瞭解 當時T-Mobile委託華為供應手機 也開發出一款測試機器人Type 進行手機頻管測試 合作期間 華為員工反覆詢問有關機器人的專有技術 並且未經許可進入實驗室拍攝機器人 將Type機密加帶出實驗室 從華爾街這個報導來看 在結合前不久 波蘭發生的王偉金基金事件 它這兩個事件其實也是有相關的聯繫 也就是說能夠讓外界更加深的 認識到就是華為的安全性 就是它本身的這種間諜行為 是越來越落實了 華為是世界領先的智能手機製造商之一 美國國會和國家安全部門官員已經發現 華為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 儘管華為極力否認 但美國判斷華為的技術 可能被中共用來刺探美國公民和企業的信息 旅美時事評論員邢天行表示 可以預測未來華為會採取各種行為來減少損失 因為中國福建進華集成電路公司 就是一個前車之鑑 這件事情也可以聯繫到去年底發生的 美國對於中國福建進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 竊取美國美光科技公司的商業機密這件事情 那麼它在起訴進華之後呢 對於進華就造成了一種致命性的打擊 所以我想有前例可見呢 對於華為來講呢 它也是面臨著更大的一種危機 2018年11月1號 美國政府起訴進華竊取美國美光科技的商業秘密 同時美國司法部長也公布了一項 名為中國行動的專項計畫 以打擊中國盜竊美國技術的經濟間諜活動 美國政治加美國司法部門的這個政治智慧呢 1月16號 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提出法案 將禁止美國生產的晶片或其它科技零件 賣給違反美國制裁和出口管制法規的華為、中興 和其它中國電信公司 阿肯色州聯邦參議員柯頓在聲明中說 華為是中共有利的情報資訊收集者 創始人兼首席運營官是人民解放軍的工程師 柯頓還說 中國電信公司如果像華為一樣 違反了美國制裁或出口管制法規 他們都應該受到等同於死刑的拒絕令